可是講到這個拜神 我們這個充滿陽剛之氣的警官 當然大家都覺得一定是拜關公 而且高警官聽說你還拜對有感應 我先這麼說 大家聽我講的 就我不是用怪力亂神 大家聽我講的是經驗 待會兒會提出一些證據 我做小孩的時候 從小我就跟著我母親 她會搭的公車 坐了好久好久的公車 然後坐到行間公站 那一下來第一個給我的印象 就是很多阿婆 拿著香那個米糕在賣 然後我就從小就對行天公 那個地方就感覺很乾淨 很舒服 那慢慢的我到了中學高中 在準備要出社會 要去當兵那時候 那我後來就先去考警校 考了警校的時候 放榜也落榜 落榜是媽媽就說 那你去行天公求一求 準備去當兵吧 然後就去行天公 所以自己去那邊拜拜 就跟行天公默默跟他講 我說會不會考卷改錯了 會不會是我有考上 希望考卷改錯 那時候第一次院是當警察嘛 那過了果然沒多久 到了過了兩個多禮拜 寄個通知單給我說 我備娶第十一名 那我就順利去學校去受訓 去軍中受訓 再到學校受訓 那受訓完之後呢 因為我們警察學校 要畢業完之後必須要有一個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就相當於現在三等考四等考這樣子 當時叫平等特考跟一等特考 那那年有公務人員考過 你警察才是正式可以背槍 可以拿個殖民章蓋章 不然你是黑官啊 很多黑官就是這種雇員而已啊 那我們考試 大家兢兢業的戰戰兢兢 就很認真在讀書啊 那考試之後放榜 我又落榜了 然後落榜 我說 這個 你到底是要考幾次 考一次落榜 第二次再沒考過的話 哇那求大了 那可能就麻煩了 那落榜我又一樣 去行天公公跟他求 是不是考卷定了 我又覺得改錯了 自己安慰自己 我不光做我的人生置業耶 對對對 自己安慰自己 那我還自己寫了一個 那個當時的一個申訴 說我希望電腦約券 可不可以再幫我 複查一遍我的成績單 左邊這一個 是我當時寫的 這是民國76年11月 不然看得到 字可能比較小 我寫的時候 當時中間警官學校 他是退回來給我的 這個學校退回來給我的 說我申請的項目裡面 這是內容 因為他們電腦約券 查過之後 沒有錯 我是落榜的 那落榜的成績單 在這個地方 這個成績單是 這個成績單是44分 看得到44分 這下面寫落榜 沒有考上 50分及格嘛 看的時候50分及格 就差那麼一點點 那我差6分了 剛剛看到這日期了 那我就去行天公拜一拜 說敢不然他改不對 自己安慰自己 文字公拜託一下啦 果然過不到一個月 中央警官學校寄了一張通知單給我 全台灣第一次 中華民國第一次 有史以來電腦約券錯誤 真的假的 而且他還說他主動的 你看他說他主動 他莫名就突然查到 電腦錯了 寄了一張通知單給我說 來了這我第二個成績單 你得救了 下面的成績單是我第二個 同一張我55分我過關了 有沒有看到 實際上是55 對 但是50分就幾個了 快10分耶 50分就幾個了 所以同一張成績單 日期不同 我自己寫申訴 他回我說沒有 是電腦約券正確沒有錯 後來他自己還寫說 他主動查好噁心 這個什麼公家機關 真的是太噁心了 後來 這句話就不要講了 不是 因為你這樣影響太多的 很認真讀書的人 包括我 然後你看喔 好啦 神明有眼神明的 同一個時段 OK 那我自然而然 我是正式公務人員了 有我們那個全序部 合法的一個公務人員 再來我那時候就想說 因為我年紀輕 我想說去中三分局拼一拼 我就去行天公拜拜 果然 第二個禮拜我發表 掉中三分局 到了中三分局之後 到巡邏每天巡邏巡邏 我在行天公 每天在那邊經過 繞來繞去繞繞去 我說不要再警備隊上班了 我不要再坐巡邏車了 我說可不可以在你附近的 派出所上班 一個月不到 我發表到民權二派出所 我就是管行天公 真的 關老爺很疼你耶 後面的 你還有什麼心願 後面我講的實在 那時候我們很容易 警察那時候逼績笑 盯得很緊 逼績笑盯得很緊 那我們常常巡邏車 一部車三四個人 每天想績笑 每天想到嘻笑 每天想 經過行天公那邊 我就看著行天公裡面 我就跟他講 趕快讓我們破一個案吧 心裡就跟他講一下 讓我們破個案 我們開到松江路 民權東路口的時候 無限電喊了 民權東路建國北路口 一名竊道 趕快追過去 離我們不到五百公尺 我們開到榮心花園門口的時候 一個年輕人跟我們講 他已經往對面第一殯儀館跑進去了 我們跑到第一殯儀館去 那時候凌晨十二點多 一點多 到殯儀館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很忌諱 很怕進去殯儀館 我看到那個殯儀館 都會害怕 那時候以前他停那種很復古 那種殯儀那種殯儀 好像很多花那種殯儀 都停在橋下 更害怕了 很怕不敢進去 我同事就說 怕什麼你來去 在殯儀館的時候 又問那個裡面那個伯伯說 有沒有看到人進來 他說沒有啊 我從裡面沒有看到任何人進來 那我學長不相信啊 進去搜從大門警刑廳 進去左邊 那個往廁所那個地方 走到後面去 他有個停屍間 停屍間後面還有一個冷凍櫃 我一直不敢進去 一直很掙扎 怎麼膽子那麼小啊 你進去看看很可怕 我年紀輕啊 停到那個 到殯儀館裡面 那學長年紀大三四十歲 我們那時候才二十幾歲啊 人家有神柱好不好 是啊 但是我嘴巴這麼講 嘴巴跟秦天公的官老員講說 讓我趕快破案了 然後就牙根一咬 就走到 想說 把那個停屍間那個門一開 沒有 鬆了一口氣 我說學長走了 沒有了 他說什麼沒有 進去看一看 停屍間裡面那櫃子也許有 我想說怎麼可能會躲在櫃子裡面 不可能的 櫃子裡 停屍間那櫃子 停大體的 大體的 學長就打開一打開 櫃子一個一個拉 一個一個拉 真的躲在裡面了 好驚悚喔 真的躲在裡面 真的被我們抓到 被我們抓到那一剎那 他叫一聲 我學長也叫一聲 他叫一聲 我們全部都叫一聲 以為活過來 後來那個傢伙 那個歹徒 他說還好你們趕快來救我 我一直推不開 那個門他推不開 他說他真的怕門死在裡面 真的 真的 還有我們把他拉出來 沒有拉出來他真的會死在裡面的 好妙喔 後來為什麼我就沒有再去 因為我以前去行天公是每天去 常常去 這變成偶爾去 變成很少去 變成不去 這個很奇怪 因為我就覺得以前我們 我們台灣人是這樣 我們如果拿香拜拜 感覺那個香那種味道 你看到那些人 你那個香在鳥繞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個 裡面跟他講話的時候 你會覺得跟他好像有溝通 就像一支行動電話 你那個裡面的信卡沒插進去 你行動電話再好也沒有用 可是我覺得 但有時候也是一種心理作用 可是我覺得那個香 那個感覺就是一個波動 但是我就慢慢的覺得好像 越來越不靈念 我不是自己想的 所以感覺起來 我就覺得說很多事情是冥冥之中 包括郭台銘也相信官公 所以我覺得很多東西是你自己 性者恆性的 不性者當然就是 不要說慣例亂成的方式 而且你才講完 他簡直就是跑來那個地方 給你們抓的 就是有那種感覺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才跟這個官老爺講完 天啊這個無線電就已經嚇了 馬上就通報了 超神奇的